中国体操队计划于5月份全国锦标赛之后集结 所以目前肖若腾还在北京队进行恢复训练 去年12月22号 肖若腾在北医三院接受了左脚脚踝手术 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 脚踝周围依旧可见微疮手术留下的斑痕 之前脚是有这个脚锁 就是有油理骨 然后它会卡 一卡呢它就肿 有的时候翻自由操成套 量一上来这个脚腕就肿了 然后它就比较影响我 可能就得吃什么止疼药啊 消炎啊等等 就得停训 然后再重新恢复 然后这次做的手术呢 主要就是取一下油理骨 然后把周围的这些骨刺啊什么的 全部磨光 然后光滑一些 然后让后边不会产生卡顿的情况 比这个训练当中的这种痛苦 还是要小一些 还是能够承受的 而且现在都是微创嘛 然后相对而言就是比较顺利 然后医生也都是特别好 也对我特别照顾 肖若腾煮了一个多月的拐杖之后 就开始尝试上肢力量的训练 目前在康复团队的帮助下 他已经恢复了体能训练 不需要太多腿部力量的 安马和双杠的 大部分单动作的练习 也能够顺利完成 手术后脚部的恢复 还需要一些时间 小伙子也希望能循序渐进地找回状态 负重性的训练 比方说深蹲 体肿 然后一些小跑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最近稍微有点反应 还得观察一下 然后因为毕竟还是做数数了 它是一个长久性的恢复 然后还得因为做都做了 就不怕时间拖得长一点 还是让它恢复好了以后 再去投入到训练当中 眼下肖若腾在国家队的主管教练 王宏卫面临着工作上的调整 肖若腾在国家队助理教练 滕海斌的带领下 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康复和训练计划 因为现在我还不用涉及到一些 特别高的难度发展 包括最终抉择的时候 其实之前前一段也是 包括白岛 也是给予了我很多在项目选择 包括动作选择上面的建议 然后滕老师也是负责 日常的时候来指导我 然后陈指导就是在 在滕老师帮助之余 解决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配合的 还是非常好的 按照目前的恢复情况 肖若腾将错过五月的全景赛 今年的亚运会和体操市景赛 他也将根据身体情况 来考虑是否参加 我是个人希望 还是能够在亚运会 包括市景赛的期间 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高的 经济水平了 但是怎么比 比不比 这个可以待定 但是恢复一定要是抓紧恢复 去年的东京奥运会 男子个人全能决赛 肖若腾以0.4分之差 遗憾无缘冠军 但是他不畏抢手 敢于拼搏的精神 已经定格成赛场上 最让人难忘的瞬间之一 大家的支持也让他下定决心 战斗到巴黎奥运会 如果我当时要是拿了冠军的话 我可能现在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我可能会比较飘 或者是说比较乐观 也不能说是乐观 就是比较飘吧 可能没有那么脚踏实地了 然后其实经过了那一场 感动也是比较多 一个是自我感动 一个是对广大的体育爱好者们 观众们的一个感动 因为他们都在支持我 然后也是为我加油 为我打气 然后为我感到惋惜 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 其实并不需要特别的 其实惋惜是惋惜嘛 但是并不需要特别的 对我产生一种可怜啊 或者是说对我产生一种 特别担心我内心承受不了 其实我现在已经完全释怀了 因为这个 我从第二天开始 比自由操的时候 我就已经觉得 那天已经是昨天了 我还是希望展望未来吧 包括如果我回首那天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非常光芒的 然后我也是带给了大家 很多的精神力量啊 包括这种体育精神啊 我觉得这样是足够精彩的 就完全够了 当然可能没有达到 奥运金牌的这个梦想 那么希望下一次 巴黎奥运会能够完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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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